第八百七十集 浅田中村顿了顿又到 我们也着手查过 但是古川马氏藏得很严实 我们没有一点线索 虽然有村政左府的支持 但是 我国的社团势力错综复杂 而且村政左府不可能大张旗鼓地给他支持 所以说大多数就要靠他自己 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古川马氏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你们查不出来他的问题也很正常 叶浩宣导 不错 叶军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浅田中村问 想要找到村政左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们这里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岛屿众多 而且好多岛屿都是属于 了无人烟的地方 所以想要找到村政左府 真的不容易 叶浩宣说 现在知道村政左府藏身之处的 恐怕只有古川马氏了 因为村政左府的吉养 都是从古川马氏这里弄来的 所以他绝对知道村政左府藏身之处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要不要采取手段 倩田中村愣了愣 你这样会打草惊蛇的 而且现在因为古川马氏不太配合 所以村政左府担心控制不了他 买通了古川奈 对古川马氏下手 叶浩宣说 古川奈 马氏的义子 倩田中村愣了愣 不错 之前我去给古川马氏看病的时候 他患了一种罕见的衰老症 这种症状不是自然生成的病灶 而是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注视了一种真迹 叶浩宣导 古川奈干的 倩田中村瞬间明白过来了 如果怀疑的没错的话 十有八九是他做的 古川马氏身边有我的人 他正在考证这件事情 一旦确定是他 就会启动计划 离间马氏和村政左府 叶浩宣说 到那时候村政左府的下落 就会水落石出了 厉害 刚来到我国 就能在马氏的身边安插下人手 倩田中村对叶浩宣有些佩服 换了他 他是做不到的 我这也是意外啊 叶浩宣苦笑了一声 他有些忧虑地说 秦也警子现在在哪里呢 连你们也不知道吗 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他现在在东京 请你放心 也有他的消息 我们会尽快地通知你的 倩田中村点点头道 好的 麻烦了 叶浩宣点点头 正当两人在外面 商量着如何处理谷川奈的时候 病房里已经有了变化 01号是特殊照看的病号 因为他身体异变的原因 所以说每天他都需要注射一种 抗病毒的药剂 这种药剂是浅田真子研制出来 用于抵抗01号身体异变的药剂 因为他也是在摸索 所以说每天他都会注射不同的抗病毒的药剂 来记录01号的身体变化 一名护士推着一辆手推车走了进来 他口上戴着一个口罩 他走到了浅田真子的身边道 浅田真子放下了手中的资料说 是的 浅田真子小姐 护士点点头 拿出了一支大号的注射器 这注射器是一种强力的注射器械 因为01号的身体坚硬无比 普通的针头根本刺不到他的皮肤里面去 抽取了一支蓝色的液体 护士抬起头道 浅田真子小姐 今天是6号实验品 请做好记录 浅田真子 打开病床上的一个摄像头 以便记录好01号的反应 他所研制出来的抗病毒药剂 每一支注射下去以后 01号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记录好他的反应 以便自己研究出这种药剂 到底适不适合01号 到底能不能清除 他身体里面那些异变的基因 可以了 开始吧 摆好了摄像头 浅田真子点点头 护士这才拿起手中的注射器械 向01号的体内注射06号药剂 药剂注射进去以后 护士收拾好了一切 然后推着手推车离开 但是就是在他离开的瞬间 他的嘴角明显地露出来一丝冷笑来 血压升高 心跳渐松 浅田真子和助手一边观察 一边做着记录 摄像机把整个过程都给录制下来 突然 病床上原本安静的01号猛地抬起头 他想坐起来 但是他四肢上都靠着钛合金制成的手铐 就算是他现在的力气比正常人大上三倍 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把身上的东西给挣脱的 当心 浅田真子的助手连忙退后了几步 离01号远远的 01号喉咙中发出的嘶吼声越来越小 他拼命地震动 这张固定在地板里的床也剧烈地晃动着 他就像是一头野兽一样在吼叫 如果现在把它放开 他会毫不犹豫地 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给撕成碎片 试验体性格暴躁 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由此可见 06号要有极稳定性不好 浅田真子一边说 助手一边做着记录 就在这个时候 01号突然痛苦地扭曲着 他的脑袋在这瞬间突然胀大 然后又恢复了正常 他的脑袋就像是心脏一样剧烈地跳动着 不好 他还在计划病 浅田真子的神色大变 他大叫道 全部撤离 实验室的庶民助手开始慌了 他们纷纷地向外跑去 浅田真子积极地走出实验室 然后按下了一个警示灵 只见在这张特殊的病房内 有一个玻璃罩 缓缓地落下 这间病房被隔离开了 玻璃罩是特殊的防弹玻璃 玻璃罩一下 里面的东西就算是再厉害也逃不出来 因为这种玻璃罩可以抵挡得住火箭炮的轰击 现在一些特殊的实验基地 都是采用的这种玻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玻璃是相对安全的 怎么回事 叶浩轩和浅田中村 匆匆地走了过来 刚注射了实验药剂 但是这次药剂比改良前还要早 我弄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浅田真子脸色微微地有些发白 上一次注射的是五号药剂 注射之后01号的情况相对非常稳定 但是这一次注射的是五号药剂改良后的 但是他怎么也弄不清楚 为什么这一次的药剂注射之后 会产生如此大的副作用 结束了他吧 他已经不受控制了 叶浩轩看了一眼01号 马上判定了他的死刑 不 再等等 我们这里的防护措施很好 千田真子摇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大批的武装警察 持着武器涌了进来 他们把这个实验室 给奄奄实实地围了进来 他们手中的枪 指向玻璃罩后面的01号 所有人都很紧张 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没用了 他已经彻底的一变了 最后的一丝人性也已经泯灭 叶浩轩看着01号 只见他血红的双眸中 不含一丝感情 叶浩轩清楚他已经彻底的挽回不了了 为什么会这样 千田真子感觉到不紧 有内鬼 叶浩轩突然说 内鬼 千田中村和真子一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里面执行的都是橙色预警 所有人都是安全部门的 绝对不会有内鬼 千田中村脱口说道 妖物一定被人动过手脚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一变的这么快 叶浩轩盯着01号 时不时长大的脑袋 严肃的说 难道是 那个护士 千田真子联想起 那名为01号注射药剂的护士 他不由的悚然一惊 他这才想起 那名为01号注射的护士 表情有些阴冷 动手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叶浩轩摇摇头 玻璃罩内的01号 越来越狂躁 他狂吼了一声 身体剧烈地挣扎起来 他身子下面的合金床 也被他硬生生的 从地板里面震了出来 伴随着他剧烈的挣扎 他双手上的合金手铐 竟然硬生生的 被他从中间爆断 他猛地向玻璃罩上撞来 正在玻璃罩外面 看得众人无不吃的一惊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碰 01号重重地撞在了玻璃上 他的脑袋上 蹦出了一股深褐色的液体 玻璃丝毫没有损伤 反而被震退了束 下手 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夜号宣和道 不 再看看 我们这里的玻璃 是最新器材的防弹玻璃 一定能困住他的 欠田真子道 他的话已经刚落了 01号再次重重地撞了出来 砰的一声巨响 那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弹玻璃 竟然产生了一道纵横交错的裂痕 这不可能 欠田真子失声地喊了出来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01号 他的心中涌出了怪物两个字 他竟然能用脑袋 把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弹玻璃给撞裂 这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就在众人吃惊的时候 那01号向后缓缓地退了几步 他双眼中闪烁着妖翼的红芒 他再次向前猛的一撞 碰 又是一声巨响 防弹玻璃上那个裂痕 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咔嚓声 玻璃已经到了临界点 如果再这么来一下 玻璃绝对会被撞得粉碎的 01号摇摇晃晃地退了几步 然后再次向前冲来 啪 叶浩轩及时地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 只见玻璃罩的四周 喷射出一股股的白气 这种气体是含了生化强酸的剧毒物济 它所产生的温度 是在零下数百度 能把一切特殊的物体给瞬间冻住 然后物济会产生强酸 把里面所有的东西腐蚀 01号发出私声的吼叫 它的声音里面蕴含着无尽的痛苦 它双爪抱在脑袋上 半扶在地上 接力的吼叫翻轮 虽然它的生命体征极强 但是这种生化物济就是专门研究用来对付它的 尽管它的能力比正常人强上数倍 身躯几乎是刀枪不入的躯体 但是在这生化物济中还是慢慢地倒了下来 它的声音越来越小 呼吸也渐渐地变得微弱 即便是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看着防弹玻璃上一个小小的液晶瓶 上面的各种数据都成为了直线 这表示室内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 打开门吧 显天真子叹了一口气 它感觉到很失败 现在只希望01号的遗体 还能为他的研究做出点贡献 慢着 再等等 叶浩轩眉头一皱 他明显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他觉得01号没有这么容易就死了 他已经死了 还等什么 显天真子有些莫名其妙地说 你之前了解过他的身体特征 你觉得他会就这么轻易地死了吗 叶浩轩说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他确实很强 但是我们制出的生化物鸡 是专门用来对付他的 如果再晚的话 他的遗体就会彻底地腐烂甚至气化 到时候对我们来说 就没有一点研究价值了 显天真子说 哪怕是没有研究价值 也不能放得出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叶浩轩说 你觉得我们的生化物鸡对他没有用 这可是我们经过无数次实验得来的 显天真子觉得叶浩轩太过于小心了 真子 不管怎么说 小心点没大错 我觉得你应该听叶军的 显天真叔说 显天真子不语 虽然心里有些不甘 但是他还是默默地退下了 的确小心一点没大错 又过了十几分钟 雾内的白雾渐渐地散去 只见01号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他的身体强度果然很强 这种生化物鸡如果是换了人在里面 恐怕整个人在这瞬间都会变成一具白骨 但是他在里面待了这么久 竟然只是身体有些腐烂 这让人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开门 显天真子咬咬牙 他右手按在了一个按钮上 只见玻璃罩里面喷出了净化物迹 把残余在空气中的毒素全部清除了出去 等玻璃门一开 他便匆匆地走了进去 叶浩轩和显天忠叔紧跟着进去 另外有一对警察举着手中的枪 也跟了进去 死了 一名助手拿着一个生命探测仪 在林一号的身体上扫了扫 然后对显天真子压压头 做好取样 然后放到冷冻室里去 接下来准备好对他的尸体进行解剖 显天真子叹了一口气 几名助手点点头 当下便有人推过来一个手推车 一个人拿着一个果实袋 打算先将这个林一号给装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看到林一号的额头猛的一跳 他还在进化 所有人马上推出去 叶浩轩大吼了一声 就在这个时候 林一号突然睁开了双眼 血红色的双眼显得十分的可怖 他一跃而起身上腐烂的地方快速的蠕动着 在短短的十几秒钟 人便已经愈合了 伴随着血光一闪 走在最前面的两名助手 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 两人重重的在地上一顿 瞬间便没有了气息 林一号一跃而起 他的速度极快 身形几乎是化成了一道残影 向那一排斥着枪的警察供了过去 羞羞羞树声响 伴随着一阵痛苦的惨叫于血光 有数名警察直接被撕毁成树段 有一名警察被林一号扯断了手臂 他躺在地上高声地惨叫着 开枪 千田中村吃起手中的手枪 对着林一号便开了起来 余下的警察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地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哒哒 室内一时间是硝烟似气 林一号的身体在室内灵活地跳跃着 尽管子弹很密集 但是大多数都被他躲了过去 他的四肢退化 就像是一种洞一样 四肢在室内跳来跳去 他的四肢紧紧地贴在屋顶上 冲锋枪的子弹 把强体的石蟹打得纷飞 突然他一声嘶叫 猛地从屋顶上跃了下来 重重地把一名警察扑倒 伴随着一声惨叫 那名警察几乎是在瞬间 就被他抓得血肉模糊 后知在地上重重的一顿 林一号一跃而起 直接冲破了房门 跑到了走廊里面 追 不能让他跑了 千田中村按下了紧急的按钮 整个实验室里面是铃声大作 千田中村带着剩余的几个人冲了出去 你们是吧 叶浩轩拉起坐在地上的千田针子 他的脸色微微的有些发白啊 刚才的那一幕给他带来的冲击太大 没 没事 千田针子定了定神 他从腰间抽出了一把手枪挡 快追 不能让他跑了 他一边说 一边向着林一号逃走的方向追去 实验室里的防线不可谓不言 但是林一号的攻击性极强 而且普通的子弹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一道又一道的防线被他冲进 千田中村带着人紧紧的追着他 前方一间地下制冷室出现在眼前 林一号直接冲破了房门 钻到了制冷室里面